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连奥,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继续关注啊,中美之间的关系 以及呢,这个俄罗斯将派出三号人物啊 在耶伦今天不是离开嘛,俄罗斯三号人物马上就到中国来访问了 啊,所以说也看得出来现在中国呢,在他们之间的这个重要性 美国呢,对中国属于是缓兵之计啊,怀楼,跟你来搞怀楼的啊 来拖延你的武统台湾的进程的啊,这个是目的很明确 那么昨天我也说了,耶伦呢,就是公开的啊,跟中国的那些女的见面啊 有些人说,他们不是中国最顶尖的女人 大家知道,老兵是加了一个啊,加了两个标点符号的啊 加了两个,这个加了一个引号的啊,你就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女性,大家明白吧 尤其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问各位讲,像这种清华北大毕业的人啊 他们都蛮傲的啊,很高傲的啊 我以前有一个妞,就是北京大学的啊 他的那个思维啊,西化得很严重啊 最终呢,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跟他再继续在一起了 而且他们呢,也是处处透露着那种傲慢啊,就是你低他一等 就是在学历上和大脑上,你是低他好几个档次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他的那些东西呢,在我看来又是比较空洞的 空,就是呃,没有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啊 但是对对这种西方的这种崇拜啊,那是登峰造极的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学校里的这个是因为同学是这样 还是说导师是这样啊 我想的这个北大以前那个机械林吗 机械林你说他以这个他以前这个校长机械林对吧 人家也是自身的牛逼啊 可以去把敦煌学给他研究出来 让中国的敦煌学啊 落后于西方的敦煌学掌握到了核心要素 那这个带领的这个团队,那这个是很很厉害的啊 再加上之后啊 你去看看这些年还有什么人吗 就好像清华清华的说 你们黑清华者其心黑也 就说你黑清华的人,你的心是他妈黑掉的 为什么,因为清华两单一性百分之六七十 就两单一性不是讲呃,这个邓家鲜啊 啊,钱三强啊,包括这个钱学生 而是说他的很多的工作人员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啊 清华的啊,那我我也就讲了很清楚了 那你拿前辈来当挡箭牌,说明你现在没有没有人 现在你有什么项目百分之六七十是你清华的?没有 那你清华毕业的这些啊,中国最顶尖学府的 对吧,所谓最顶尖学府的这些毕业生啊 但是却干的却是替美国在这里充当代理人的这种这种事情 你看看那种什么经济学人,那天天在那边讲些什么东西 讲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一些东西 对吧,啊,这个我们不是重点讨论的 我们来讨论这个,这个,这种复杂的关系啊 美国财政部,他与何立峰会谈,坦诚全面 以务潘公胜 美国财长叶伦去八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 美国财政部八日发声明指 会谈坦诚,具建设性,全面 中国人民银行八日公布 叶伦已在七日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国家外汇局局长,也是新的这个行长 潘公胜会面 美国财政部八日发明声明称 越南与何立峰会面时 他提出美方关注的问题 并与何立峰讨论到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良性经济竞争 以及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声明说,双方就全球和国内宏观经济前景交换意见 越南表示,即使美国和中国有分歧 两国有必要想方法在全球共同 关心的议题上合作 包括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困境 以及气候融资 那么我们再来看完 叶伦,美中有明显分歧 两国应直接及清楚沟通 美国财长叶伦7月9日结束访问中国前表示 美中之间有明显分歧 双方应该以清楚及直接的方式沟通 但认为两国在改善关系取得一些进展 相信可以建立健康的关系 罗特社报道说,叶伦指今天访华的目标是与中国政府的新经济团队建立和加强关系 减低误判风险 他认为,与中国官员的双边会面是直接 实施极有建设性的 令双方关系处于平稳 但承认双方的问题不会透过单一访问可以解决 有信心两国在将来会有更频繁的接触 叶伦强调,美国无意与中国经济脱钩 形容脱钩将对双方带来灾难性后果 全世界议会不稳 他表明华府希望见到一个开放自由及公平的经济 而不是强迫各国选边站 他提到与中国官员会面期间 面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措施 以及近期针对美国企业的轻实行为 表达忧虑 叶伦又向中国官员重申 如果华府限制对外投资 将会以透明方式和有规则制定的方式进行 而且目标会非常狭窄 叶伦又表示 认同中国官员的观点 北京方面可以就美国特定性动词提出忧虑 并在特定情况下解决意想不到的后果 双方亦讨论俄战争 叶伦称中国企业有需要避免 向俄罗斯提供战争用所需物资 或协助逃币制裁 对全球多国有意去美元化 叶伦表示 中国俄罗斯巴西及印度计划推出新货币 没有威胁美元的角色 只所有数据显示 美元仍是国际交易的主要货币 认为在可见的将来 没有可以取代美元的替代品 都没有可以取代美元的替代品 那么大家知道 因为昨天我是从战略层面上 来给大家来分析 因为耶伦实际上 他按照他的正常的职务来讲 他是美国财长 美国财长 你就是跟中国的经济团队来沟通 但是你不能够谈到 什么俄乌战争 什么这种事情 中国支不支持 这个实际上不是你的范围 但是因为美国没有办法 实际上这些话 应该都是美国国防部长来提的 或者是国家安全事务处理 在战略层面上 他们来提这些问题 政治是由这个布林肯 这个美国的外长 加上美国总统副总统 他们可以来 但是财长 耶伦来提 就是说 我说过耶伦是唱红脸的 他到中国来 谈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 他也相当于一个 总统一样的 到中国来 这次来访问了 而且他也说的很明确 我要跟中国的新经济团队 见个面 摸摸底 看看他们是什么想法 而且他重点就见潘工胜 其实他所有的这个会面里面 跟潘工胜的见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跟总理李强 也是谈一些比较大的 宏观的一些东西 大家两国的关系 应该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何立峰 是这个国务院 具体负责经济金融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经济和对外的 这个主管的这个副总理 那么还有一个副总理 是管什么 民生了 农业农村了 国土资源了 就像以前这个像谁 这个叫胡春华 他干的 那么还有一个副总理 就是管教科文位的 那还有常务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 基本上等同于总理的 角色 总理比如说去市场了 或者到海外去 由常务副总理来负责 因为常务副总理 他更加的政治色彩 比较浓重 因为他是政治局常委 那么所以说 跟何立峰来具体谈这个事 跟前任刘鹤来谈一些 这个说一些软话 客套话 希望能劝劝习近平 不要武统台湾 中美之间没有那么糟 那么来跟派公升见面的 我跟各位讲 反贼啊 他们喜欢来唱衰中国经济 但是反贼呢 有一个观点 逻辑观点呢 是极其错误的 因为他们总是说 哎呀 人民币贬值了 人民币对美元这个贬值 哎呦 哎呀 中国不行了 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个就是我讲了 就是美国会在多个领域 就像我讲 这个叶伦 见了这帮女的 大部分是负责 对中国的 对内这种舆论战 他不是说去直接 去攻击这个制度 而是就是说 哎呀 对中国经济啊 表示忧虑 好像有一点建言宪策 那个意思 表示忧虑 怎么怎么样 来让你蒙上一身阴影 那么其中的 最近呢 有一个啊 战场 就是唱 就是中国的汇率嘛 对美元的汇率 不是往下跌 那么我告诉你 和他们这种畅算的 恰恰相反 美国是绝对不希望 中国汇率这样子跌的 而且美国也害怕 中国汇率 这样往下跌 很简单嘛 你跌了 你出口不就增加了吗 你中国在刚刚开始 十几年前的时候 贸易伙伴 也就123个 现在是149个了 对不对 这种出口 又不是说 对你美国的这种出口 而是对 又可以扩大 别的这个市场 跟人家的去垄断 全球啊 几乎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大 就像越南角 大部分还是能 还是用美元来结算的嘛 对不对 啊 对 也许对你美国的出口 是不是批软 由于两国紧张的关系 由于你找东南亚的替代 但是我对其他地方 我是增加的 中国现在这个数据很明确了 对欧美下滑 但是对非洲增加 对南亚市场 东盟这边增加 对拉美这边增加 尤其是非洲市场 更加的被中国给统治住了 那所以说 它没有理由 啊 它没有理由 而且还有一个 你汇率 啊 这样子往下跌 啊 你在国内赚的 人民币的这些美企 这些外外外企 他们去兑换 美元啊 或者兑换欧元 对他们有好处吗 没好处的 因为他们是要半年结的 现在这一波往下跌 是半年结 啊 因为每年 他有两次打钱的时候 一次就是 就是半年 就七月一号 呃到六月份 这之间 尤其是六月下半旬 这一这之间 啊 会有大量的兑换 大量兑换美元的 他要一部分钱回去 中国又不是像印度 但是中国像过去 啊 是 你有一部分钱是不能赚 你也是要留在中国继续投资 不是说决一票就走 但印度现在是什么 印度现在是 你赚的钱 一毛钱都不能走 啊 你赚的钱 一毛钱都不能走 所以说中国 在这方面还是规范的 就是你外资过来 你赚的钱可以可以走 那我就是外随 就是很比较规范 那他们要大量兑换这个货币 那你肯定是往下掉 我之前跟各位讲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有什么好去吹的 说那货率掉了 怎么怎么样 引起市场的恐慌 这就是也是有些人呢 他也得到 没有得到美国的受益 在那边胡说八道 他因为这样说呢 美国爹会喜欢 但是美国爹在有些方面 他也是觉得这些人 就是连最基本的经济逻辑都不懂 也在这个地方 替他在这里讲话 就好像日本要排放个核废水 人家日本外务省 到底有没有给你们这些人钱 对不对 但是你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给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没给的 因为有些人 他没有层级高到日本外务省 去关注的那个角度 他也在那个地方 替日本排放核废水辩护 说哎呀 我们自己中国呢 也是乱排乱放的 然后呢 人家日本 那还是比我们要先进的 人家都稀释了 稀释到了安全的标准了 在排放的 然后呢 100万欧元贿赂 这个国际原则能机构呢 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这个就是 替美国去说话 就是有的时候替什么说话 就是你觉得他这个脑子 里面都是大便 这里面装的不是那个 我们看到的那个脑子 那个脑子已经取下来了 涮火锅吃了 然后呢 里面塞了一包 塞了一包大便 在脑子里面 然后呢 叶伦呢 还有就是要 就是重点 就是跟中国新型团队 摸摸底啊 了解一下 你们怎么样啊 有什么想法 尤其是你看 跟派公盛 重点就是谈这个 汇率这些事情 因为美国他也怕 你出事儿 美国也怕你中国 房产公司爆雷 美国也怕你中国崩了 这个东西就是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是什么 耶伦他这次来的目的 很明确 中美之间就是 手 手心和手背 的关系 啊 嵌入式的这种关系 啊 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说了 中美之间脱钩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我们如 这就是说 拜登提出来 我们如何在合作的地方 我们保持合作 而且这个合作 要更加的密切 更加的高质量 我们在竞争的地方 去去竞争 这就是核心 他的这个对华 这个理念吧 我们做生意 做生意 我们竞争的地方 去竞争 因为中美冷战 不是美苏冷战 美苏冷战是 大家是一个一个铁幕 一个铁幕 隔绝的啊 那大家全方位的干 那跟中美不一样啊 跟中国是不一样 跟中国是有很多的生意 要做很多的利益 在这里面 但是又要去竞争 那北京去回应他的东西 就是啊 没有这种说法的 北京表达出来的意愿 就是要么合作 要么就干 就这么简单 没有说什么 我跟你合作 我再跟你干 这不可能的 啊 全场在上上也不 就是说美国的想当然 啊 所以说呢 这就是他们目前 这种思维的 这种逻辑的这种落斗 就是他们自己这套 对华的这套政策策略 是不是有问题的 他们有没有自我去反省过 啊 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 那个在白宫 那个战情室里面 啊 这个可卡因 是在战情室里面发现的啊 对吧 你你可能这个可卡因 他妈稀稀多了 所以我说 他们都 很多人 他都有麦克唐纳政 啊 然后我们再来讲 这个俄罗斯的三号人物啊 这个时间有限啊 我我我就是 简单讲讲啊 因为这个俄罗斯三号人物呢 就是他的 新华社九日报道 因大陆国家 呃 伦大常委会委员长赵德基 邀请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主席 马特 呃 维廷科 啊 将于七月九日至十二日啊 帅团访华 并出席 全国人大与俄罗斯联邦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联邦委员会主席是俄罗斯第三号人物 紧遂总统和总理 那么他来了啊 俄罗斯三号人物过来了 那么他过来呢 就说我们 是他要过来 但是我们要发一个邀请函 大家明白是这么一回事啊 他到中国来 叶伦总统以后 他就接踵而至 那么俄罗斯也显示出 俄罗斯的现在呢 他只有一个很依赖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啊 他的其他盟友 中亚那边 哈萨克斯坦跟他不对付 哈萨克斯坦向普京抗议 你在哈萨克斯坦征兵 是 这个是不对的 包括托卡耶夫 啊 跟俄罗斯这一边 啊 他很不对付 因为呢 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他有 他可以跟中国来关销 但是他对俄罗斯啊 他其实有一点反感 那么对这个大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呢 就是说现在呢 就是关系呢 不应不扬的啊 他也 托卡耶夫也反对在乌克兰的行动 啊 那么 土耳其 土耳其呢 刚刚放掉了亚述营的头目 放回俄罗 放回乌克兰去了 俄罗斯说他们这个是放虎归山 啊 违反协议了啊 包括在叙利亚这边 他还是迟迟不肯撤军 叙利亚也说了 他不撤军 就不跟他恢复外交关系 啊 所以土耳其租的这个本性啊 两面三刀的本性呢 他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土耳其也好 哈斯克斯坦也好 白俄俄罗斯呢 那么就太弱 啊 那么只有说跟伊朗跟中国 啊 跟伊朗呢 他也有所担 有点小担忧 啊 但是跟伊朗的合作呢 也是很密切的 啊 所以看来看去呢 只有说紧靠中国 所以说耶伦走了以后呢 俄罗斯三号人物呢 马上就过来 啊 因为他生怕 跟他们说了 说了些什么不散不思的东西 啊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在处于这个地位啊 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是说 他们都不想跟中国来 敌对 这是很明确的 第二个 俄罗斯呢 非常依赖中国 美国呢 就是要跟中国也要合作 竞争们也要竞争 啊 也是想要哄着中国 主要的还是跟美俄之间干 所以我们的这个观 这个角色现在处于一个啊 有力方向 啊 所以在说我们要利用好手里这种这种牌 打好这个牌 好不好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